字幕提供 怎样发现这个现象呢? 我发觉在公司里面 越是年轻的人越多请病假 那就是啊 所以令我觉得 原来健康和年龄是成正比的 你越年长你越健康 我觉得是因为年长那些暗病多 年幼那些就胭病多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就是请病假 或者请假 请病假 我试过一次 我还在打工的时候 当然是在一个高职 老板就说 我有三个条件很简单 一 不出粮 一 要穿西装 三 就是说你要易容 好啊 不要随便 二 就是不可以说谎 第三 不可以请病假 我心想 病也不需要 请假 有违勞公条 我要求过教会一些年轻人 上台队上要穿西装 他们很不惯 有打卡 就要穿西装 突然他面为其难都穿 不腌衣 他搞到你无缺 病假 我终于明白 我听的时候觉得很不合理 请病假 但我终于到今时今日 自己都作为老板的时候 我就明白他的要求 原来很多同事 每个月都请病假 特别是女同事 因为法例上规定 每个月都可以有几天 他请病假 而是可以落得工资 是 所以其实原来很多人请病假 就不是真的病的 他拿了福利 是的 福利去拿 但他拿病假必需要看医生的 看医生拿了医生纸回来 你知道吗 现在的N世代 连医生纸都未必拿 为什么呢 怎么证明他有病 他们不计价 有时候有些东西 刚刚我说 因为员工福利 所谓当员工福利 但是也有些N世代 他就不计价你的扣人工 那样东西 他只是有时候打电话回来 我今天不是很舒服 但其实他说不舒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睡了 我有个朋友做老板 一个小妹子打电话 老板我不舒服 什么不舒服 我头痛 你回来吧 我头痛还回来 我有Panador 但第二天你发觉 他回来是龙青虎晚的 是 就是说这一件事 你作为打工仔 我就劝你们 几件事 一 就是老板 其实对于请病假 这一件事的conception 是怎样呢 他的concept就是 第一大部分老板 是不相信你病的 先天上 我都已经不相信你病 我们香港有一个看你怎么算 也有提及这个数据 是的 大部分老板 第一 他已经是老海里面 就已经有所谓 你可能是炸病 这个概念 第二 就是说 就算你病也好 是不是这么严重 是不是这么严重 是不是真的不能上班 所以 其实请病假在雇主的生活中 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是 如果你是 真的说真的 如果你不需要请病假的时候 不如这样 或者说你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仍然鼓励你上班 就是给个病样 给个病样 老实在看 接着老板呢 你知道了 你真的病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他宁愿叫你回去 是的 如果老板劝你 就是说你休息一下 那你会获得很多分 因为他会觉得 哇 你病也走回来 走回来了 那只是病假 就是病假一样 你可能已经是会赢了 赢回来 我最近也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已经在银行界 曾经做过这个叫做高位 就是高位 但是其实 他在上了高位之前 有几位 vice president 是欠了高位的 那么 他到最后 如何上到高位的位呢 我听他的经历 到最后我发现 原来 他没有请过病假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他没有请过病假 这件事情 不要少 当然 工作实力很重要 但是如果 到最后一刻 大家差不多平手的时候 病假是一个因素 是 上级一看 这个人全年没有请过病假 这些人全年就请了12次病假 每个月平均一致 这个也是健康点 也是升上去 最少是强壮 升上去之后 一个月拿两个病假 不行 是的 所以在这里忠告大家 不要病这么多 但真的病那怎么办 真的病我都说了 照上班 然后老板 起不了床 起不了床 没办法 那没办法 那你真的要请病假 我的方法就是 入院 我现在是医院 香港医院 多得你入院 我自己入院 接着我入院后 老板 我在医院 病得很严重 没有 医院现在已经 香港医院如果爆满 不妨考虑上深圳 埋在广州的医院 老板 我病了在深圳医院 都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